复赛以来 广东队在缺少马尚布鲁克斯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了可怕的进攻火力 截至7月24日 15战全胜 平均每场得到121分 高居全联盟第一 除了球员们突出的个人能力之外 杜丰指导的战术布置 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更高效地发挥了球员们的特长 我是秋迪时间的小飞 今天我想把关注点 放在外援威姆斯身上 看一看杜丰指导 是怎么帮助他获得更优质的出手机会的 首先 我们需要明确威姆斯在进攻端的特长 也就是持球突破和中距离跳投 他的体型作为风味摇摆人非常标准 身高1米99 臂展2米08 体重93公斤 同时也有出众的身体对抗 不仅如此 威姆斯的截后球能力还很强 上述特点结合 让他的突破很有杀伤力 例如这一球 他在进攻只剩5秒的时候接界外发球 完成转身刺探动作后 快速衔接体前变相 仅用一次运球 就依靠非常大的步伏杀入了篮下 起跳的同时 用身体顶开防守队员 完成上篮 不仅突破犀利 他的运球后中头也是让人防不胜防 尤其是其步伐功力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论是跳步 一二步 后撤步 还是经济独立 他都能完成的游刃有余 展现了很强的投篮稳定性 和身体协调控制能力 观察19-20CBA赛季的威姆斯的投篮热图 我们不难发现 威姆斯在中距离合篮下 触手频率很高 触手点分散 且其深蓝的颜色 表明威姆斯的中距离运重率 至少高于联盟平均水平 6-9个百分点 足以证明 他在这方面的造诣 且通过投篮频率和命中率的现状图 我们都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即威姆斯的这两项技术 都属于CBA联盟顶尖的水平 可以说是相当的炸裂 结合他这两项特点 杜丰指导给他准备的第一种战术 并不复杂 美国的一些教练 一般将这个战术称作 Swing Step Up 我们以这一球为例 赵瑞和威姆斯 闲停信步地通过半场 同时 任俊飞和画面里面 已经看不到的徐杰 也慢慢地沉到底角 除了每时每刻 都在拼命的万胜围以外 广东队的球员 好像完全没有发动进攻的紧迫感 似乎一切 都是那么的朴实无华 且枯燥 可是随着赵瑞运球 向球场右侧移动的时候 万胜伟从内线提上 在赵瑞横传给威姆斯的一瞬间 从侧后方发力 顶住防守的25号荣子锋 威姆斯也顺势接球突破 完成2加1 整个战术看似简单 其实有两大要点 第一 球队整体站位分散 球场空间充足 给了威姆斯理想的突破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底角的人俊飞和徐杰 都有三分威胁 深圳两侧的防守人 站得都比较开 这也导致了最后威姆斯上篮时 并没有遭遇提前到来的补防 同时 赵瑞和威姆斯的站位都非常靠上 在威姆斯接球时 防守他的荣子锋 与他的距离肉眼可见的远 这也促使威姆斯在启动加速时 没有得到任何干扰 等到速度起来了 深圳内心的赵一鸣 即使赔上犯规 也没能阻止他上篮得分 第二 战术节奏要由慢到快 球队整体要协同统一 从而攻其不备 一开始慢慢悠悠的状态 实际上是为了放松深圳队的警惕 在由慢变快的那一瞬间 也就是赵瑞传球给威姆斯的时候 万胜伟的掩护也必须同时到位 这样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被前面这几秒钟 慢条斯里的战术控挡器所迷惑 荣子锋并没有处在紧张的防守状态 而这么高的掩护质量 则让威姆斯的突破显得尤为轻松 这个战术在面对联防时屡失不少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 联防更加强调区域的控制 不会单独派人紧盯威姆斯防他的接球 所以他能比较舒服地开始接球启动 而这个战术的加入让威姆斯所喜爱的启动后突破变得更加轻松 即使第一时间没有获得直接得分的机会 整个进攻也能很自然地过渡到威姆斯所擅长的中距离单挑的模式中 让他尽情释放个人天赋 在NBA里 球队也会为有相似特点的球员使出类似的策略 如下两球中 小牛队和活塞队分别为蒙塔埃里斯和托白斯阿里斯 祭出了如出一辙的战术 而他们也分别以自己最擅长的突破和中距离跳投完成了终结 说回广东队 正如我刚才谈到的 这项战术对联防几具杀伤力 可是在面对人丁人防守的时候 威姆斯所受到的单人防守压力往往更大 因此开展起来会有一些困难 例如对巴依的这球中 他设计了一个低魁 也就是右耳战术的变招 分散防守的注意力 让真正的杀招更好的施展 与之前直接横穿球不同的是 这次进攻多了一个让周鹏提上挡拆的安排 这让整个防守的重心都在胡明轩的突破 或者是周鹏的下顺上 防守威姆斯的罗凯文 和巴依内线邹宇成的目光 都集中在有球异策 忽略了另一侧 其实苏伟已经悄悄提上 威姆斯也开始滑步加速了 等到胡明轩横传球发生的时候 威势已晚 罗凯文按照剧本 扎扎实实地撞在了苏伟的怀中 邹宇成的护框也没能给威姆斯 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只能目送继分牌上 广东再填两分 正是有了肚子倒巧妙的变招 这个战术才能成功破解 巴依的人定人防守 相较于第一种swing step up 杜之岛的第二种战术 则加入了更多的球的转移 和球员的移动 我们以这球为例 在赵瑞运球过半场之后 杜仁旺上提接球 之后手递手交给周鹏 周鹏之后手递手交球给威姆斯 威姆斯之后借由任俊飞的掩护 突破上蓝得分 英文术语里 一般把这种进攻套路 称作weave 也就是中文中的绕八字 顾名思义 这个战术要求球员在湖顶绕来绕去 通过手递手不断地换位跑动 而整个战术的核心也正在于此 即通过连续的换位调动防守 让对手不知道真正的进攻 何时发动 从而起到迷惑对手的效果 与我刚才聊到的第一种战术里 一开始广东队 悠悠乎乎的状态 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鼓作气 再而衰 散而结 这样的虚晃 难免让防守的纪律性下降 这时再由终结能力最强的威姆斯出马 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杜之道之所以选其作为常规武器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非常契合广东队的人员配置 首先 威姆斯的持球得分方式足够丰富 能突 能投 且把握性很高 适合作为战术终结的箭头人物 其次 除威姆斯之外 无论是赵锐 周鹏 任俊飞 易建连 还是其他主力轮换球员 在他们的位置里 移动能力都很强 湖顶持球时都有一定进攻威胁 这就让防守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湖顶手地手 例如这一球中 上海队在绕八字虚晃的压力下 还是改变了防守站位 让威姆斯的戒眼户突破有了可乘之机 试想一下 如果广东队的其他球员不具备机动性或者进攻威胁 那么上海队很有可能就会选择龟缩防守 威姆斯的突破也很有可能不会显得这么容易 在NBA中 有类似人员配置的勇士队也经常使用这个战术 1415赛季的巴恩斯 格林 库里 伊格达拉等球员都有足够的机动性和持球威胁 而汤普森作为此战术的主要终结点也有足够把握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战术 反复上演而反复奏效 说回广东宏远 虽然整体套路类似 但杜智岛的球队在正式比赛里却完全不死板 而是抓住防守的漏洞灵活变通 例如在这一球中 球队还是进行常规的湖顶绕八字 但上海队的严鹏对威姆斯的行进路线进行了预判 甚至于已经超过了威姆斯半个身位 此时 威姆斯就不再像原本大部分人期待的那样 继续去上线借球突破 而是灵机一动 转身直切篮下 抓住防守卡上线而放空内线的漏洞 轻松上反篮得手 至此我们来总结一下 广东队根据威姆斯持球突破 和中距离跳投这两个技术特点 多次使用了带有球队特色的 Swing Step Up和Weave这两个战术 通过球队的整体协同和随机应变 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得分机会 从这两个战术出发 我们也能管中窥豹 看出一些杜丰指导下的广东队秀出班行的原因 第一 战术为球员服务 基于球员特点布置特定的战术 两体裁衣给他们空间发挥特长 而不是将球员强行塞进自己的体系里 缺足势力 逼迫他们适应不合适的角色 正因如此 我们才能反复看到威姆斯的突破和中距离 赵锐的快速反击和万圣伟的低位脚步 不论天赋高低 广东的队员都能展现出各自的特点 第二 战术中球员的时间感和空间感都很好 即使不是战术的核心参与者 都能用适时的移动为结果做出贡献 例如第一个战术中内线的及时掩护 第二个战术中全队的整体移动 都会对战术的成功执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 战术变化灵活 面对防守的针对 往往都有后招克制 例如第一个战术中的欺骗性掌拆 第二个战术中的篮下切入 这是这些变化让防守更加难以应对 在我还在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幸参加过 杜克大学先人助理教练 张沙埃尔主持的训练营 那段时间里 他本人平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It all comes down to execution 其意思就是说 再纷繁复杂的战术 再得天独厚的资质 都需要好的执行 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比赛结果 而杜峰指导 镜头前的口吐芬芳 其本质上就是对球员们的赛场执行力 提出更高的要求 正是这些要求 鞭策着球员们不断进步 超越自我 也正是这些要求 让杜指导对于赛场的掌控 总如身之始毕 毕之始止 我想 这允许才是广东队 能保持如此稳定高效的最主要原因 我是秋帝时间的小飞 我们下期再见